201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梦想校园之旅 日前正式启动 4月26日晚 首场活动启动记者会 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千人礼堂 音乐之声当家DJ小强单纲主持 退邀华语乐坛新片后周笔唱 搞怪才子大张伟和实力唱跳军团MIC男团现身北京外国语大学并一起完成启动仪式 由此拉开校园之旅的序幕 BB周笔唱走进校园 驻镇201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梦想校园之旅 特地献唱了两首歌曲 随着BB的精彩演唱 现场的同学纷纷沉醉在动听的音乐中 再次回到校园 BB非常感动于同学们的热情 现场BB除了介绍自己新的音乐风格 还聊到了自己在学校的点点滴滴 看似斯文的BB居然说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经常犯贱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我觉得也会有人愿意看我被欺负吧 怎么那么招牌 怎么会人缘这么不好 为什么 就是我熟的话 就是我跟别人熟的话 然后也爱惹别人 对 就也比较爱犯贱 对 就是朋友之间然后玩玩着 然后像愚人节 然后我也不要 就是我没有那么容易被骗到 活动期间 大张伟一直保持着自己幽默搞怪的风格 引得全场笑声不断 他也给同学们献唱了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群开心》和《范儿》三首十分欢快的歌曲 带动现场气氛持续升温 《群开心》和《范儿》三首十分欢快的歌曲